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韓 這段時間日韓方面都有多爆炸性的情報 先說日本方面 花式溜冰運動員雨生結言 日前突然宣布分訊, 令大家都很震驚 除了因為無預警之外 還因為他在聲明中沒有提及對象是誰 所以不少網友都搞笑在這裡猜 說其實雨生是否跟溜冰結婚 為何跟他很喜歡那隻熊仔卡通人物結婚 說到喜訊方面, 還有以下這一單 一起看看日韓時樂週間的情報 演員鄉村照知去年被爆出醜聞之後 雖然形象插水 但最近他慢慢回歸幕前 在歌舞技界復出 日前他透過所屬公司發聲明表示 在去年和一位圈外女性再婚 兩人更育有一個小朋友 說因為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才弄得這麼遲公佈 鄉村在1995年結過一次婚 有一仔一女, 直到16年離婚 而兒子也一名歌舞技演員 前King and Prince 成員平野 紫耀和神公子勇泰 上個月宣布加盟由龍澤秀明 擔任社長的經理人公司 同時兩人更分別開設社交平台帳號 只是一個月時間 平野的追蹤人數更加超過379萬人 而兩人一開始Fans Club 網上登記時間更加要等12小時以上 超級誇張 除了平野和神公子之外 前V式成員三澤建等Johnny前藝人 都先後過凍龍澤的公司 有傳平野的前隊友岸優泰 和將於今個月尾離巢的 Kiss My Food To成員北山宏光 也會跳槽 另外Johnny事務所 因為已故前社長Johnny喜多川的 性家害醜聞被爆出 令公司形象插水 更有指Johnny事務所為此而考慮 將整個公司名改了他 而外間都不停傳出 不少旗下藝人都在考慮退鎖 很多日本網民都說 不如全部過當去龍澤公司 再組隊 韓國方面 Blackpink成員Jisoo 和演員安普賢被爆出戀情 報導指 兩人由今年5月開始 在Jisoo家秘密約會 就算Jisoo要去海外開展 隔天回到韓國他們就會見面 而安普賢上個月雖然還在忙拍新劇 但仍然抽時間去Jisoo家 調整預算全力配合對方 就這件事 男女雙方都透過所屬公司承認拍拖 說兩人對彼此友好感 目前仍是互相瞭解的階段 韓國地鐵早前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 導致多人傷亡 之後更加有人在網上揚言要仿效 引發當地社會恐慌 而日前在首爾地鐵就有民眾突然尖叫 嚇到大家以為又發生傷人事件 而當局更加出動大批消防警察 後來才發現其實是一件烏龍事 事源是BTS成員Zuga的粉絲 在車上看偶像直播太過興奮尖叫 其他不知情的乘客就以為發生傷人案 相繼逃生 過程中有七個人受傷 所以奉勸各位粉絲 在偶像時控制情緒 或者回家才慢慢看 男團Sevenin成員Zuga突然被爆戀情 對方是一名廣告模特兒 事源是有眼淚網民留意到 兩人經常穿一樣的衣物 戴上同款飾品 電話殼更加是用情侶款 由於女方經常穿上和Zuga 一模一樣的衣服 所以網民更加懷疑 他們不只穿情侶裝這麼簡單 而是已經同居 對粉絲來說 這個消息除了震驚之外 他們還覺得女方經常自拍 有意無意拍到同款東西 是有心曬恩愛 最近韓圈都有不少逐藥和解藥的消息 例如Super Junior的成員 龜然、銀黑和東海 他們個人合約 就不會和SM娛樂逐藥 至於Blackpink也迎來傾身藥的年份 有傳他們會傳言逐藥 而每個人的逐藥籌金 還高達15億韓還 比之前師兄團在Big Bang的逐藥金更加多 這個星期日韓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再見